廚櫃的設計我們用上一個極具現代感的設計 用上一個灰藍色的玻璃吊櫃 設計團隊用上黑框玻璃 將開放式廚房改造成半開放式的廚房格局 今次介紹的設計案例 護主希望回到家可以徹底放鬆身心 於是扣入位於大埔白石角的朗圖單位 看望在舒適自然的居住環境中 擁有一個寬敞明亮的居所 我們設計團隊因應校父的生活習慣和喜好 我們建議用上一個不歐現代風格為主題 我們用上一個簡約的傢俬配搭 同時也大膽加入藍玻珠很鍾情的藍色元素 希望打造一個時尚溫興的理想家具 設計團隊追開放式廚房 改造成半開放式廚房格局 用上黑框玻璃間長 來分架開廚房和客廳的空間 廚櫃的設計我們用上一個極對現代感的設計 用上一個灰藍色的玻璃吊櫃 有助於減輕空間的壓迫感 又可以統一到整體設計風格的效果 客廳整體色調舒適自然 現代感十足的藍色沙發背牆 配上裝飾畫畫 令到空間增添不少藝術的氣色 我們設計傢俬的造型 用上輕巧電視櫃的效果 色調和長身做到互相呼應 令到空間更顯要寬闊 主人房員用客廳的設計風格 用上白色、藍色來配搭黑線條作裝飾 令到房間更顯時尚格調 床頭用上藍色的特色長子 當互主回到房間時 可以享受到輕鬆軟軟的私人空間 配合多氧化的燈光效果 可以營造出現代又溫馨的氣氛 囚囚房採用獨特的設計風格 設計團隊為囚囚打造一個可以攪伐活樂 又可以與家人互動的小天地 我們將睡床向上發展 賣在床側邊部分加上木圍欄 令到兒子自身於冒險世界之中 現在已經放了一片 然後才可以在床上 並為另一片 其他的兵器 都在床上 好的 導演